因為我們也不繼續 什麼轉換成錢 健康可不轉換成錢 很多人賣金剛食品講健康很重要 可是人往往到醫院的時候才覺得健康很重要 所以你如果把金剛轉換成錢 你要靠住院的風險 住院的錢就是這樣 你說轉換錢 可我只要拿一點點小錢跟你換一大筆小錢 他會覺得什麼 賺到啦 第二個方法 可我同樣一定在想 會想什麼 會不會有風險 對不對 會不會有風險 那這時候我們要設計一個模式 零風險承諾 你買我的東西 買貴 算什麼 退差價 別人也退差價了 我們買貴 退 兩倍差價 加樂福 加樂福 推出一個時間 買領器 買貴 退十倍差價 我看了這個以後 我本來要去參觀買的 我就跳到加樂福去買了 買貴 退十倍差價 後來我真的去調查 他真的是最便宜了 不過其實我們那一段時間 半個月時間 我公司信眾了兩倍容器 所以你如果設計一個 停風險 讓客戶買了之後 回去他不喜歡或怎樣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設計很多年風險 比如上課每個一千 完之後如果沒有幫助你解決問題 一千萬元 以往調查 會要求換一千的不到5%